我现在就要离婚了 我就要将她的羽毛 都剪下来 让她一举一举 明天你有空吗 明天白天没事 那陪我去做一个人流手术吧 好啊 什么 人流 你怀孕了 你怎么没和我说过 没打算留下她 越少人知道越好嘛 你说 要是没有人知道 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就当没有发生过 所以姐 你 十八年 我招惹你真正十八年 就是为了把我当初的杀父之仇 上次吃的无情无意志 定要将你千刀万过 以消心头之恨 少废话 共手的 车 来换人 请进身 三二一 停尸 他 请小路 停尸 会不会拍戏啊 动作兑多少遍了还不会 小陆 刚刚那段不错啊 毕竟是你十八年的仇人 情绪表达很到位 这样 咱们抽空再把动作这些武打 咱们再练一练 好吗 可以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走 谁 张老师 刚没事吧 没事 那是吧 小陆啊 我告诉你 刚才那个 对不起 小陆啊 刚刚你的形体非常到位 动作非常完美 特别是内气笑 是真的帅 一会儿咱们再拍一条 知道 导演 那你看剧吧 请 张老师 你不会生气了吧 这么简单的动作都记不愧 你还拍什么戏啊 你应该理解我 我是男主角 我要记得剧本那么多 哪像张老师呢 总共客串就两天的戏 两三张就没了 你说什么 舒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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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陆 你先去练练招式 快去啊 走 走 什么东西 敢在我们眼阴阳怪气 你怎么回事 让我给他这种小咖做配 他配吗 不是你说着急用钱 让我给你接活的吗 人人人人 这两天张叔黄为了凑钱 自降身价 接了不少活 这样对他以后接活报价 会恐待一些 我以前经常让他爱惜与异 不要随便降低自己的身价 去接一些活动 然后帮他一步一步成为明星 我现在就要离婚了 我就要将他的羽毛 都剪下来 让他一举一举 明天你有空吗 明天白天没事 那陪我去做一个人瘤手术吧 好啊 什么 人瘤 你怀孕了 你怎么没和我说过 没打算留下他 越少人知道越好吗 你说 要是没有人知道 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就当没有发生过 苏莉姐 婚人 帮我把这双鞋包起来 好的 你好 这双也要了 换成这双吧 这双鞋 我会准备留下来 有必要这么小心吗 可是他还在你肚子里呀 再一天 就应该好好对他 换成吧 看看了吗 这就是胚胎 已经八周了 哎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原始心肝波动 就是孩子的心跳声 这是原始心肝波动 这事甘酮 你总体能安装吗 去了 这是女生的肚子 做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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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结婚了吗 马上要离了 这周基本上都排满了 下周三上午十点钟 你再过来求术吧 术前需要注意进食进水 还要注意避免说话 别感冒了 苏莉姐 你确定真的要打掉这个孩子吗 要不再想想 那你在这儿做活吧 我去帮你办手续 哈喽 阿姨好 好吃吃糖呀 好吃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好不客气 好好笑 嗯 你几岁啦 一二三四五 我 我已经一把年纪了 你一把年纪了 真可爱 以前皮得不得了 他爸爸不在家 我一个人带孩子 都快把我气吐血了 能怎么办呢 自己生的总不能扔了 既然生了总能对他负责吧 生的总能负责 到我们啦 拜拜 拜拜 拜拜